- 大家好,欢迎收看- 要你鼓掌 - 我是方盈 - 我是袁中林 - 主要今天受惠与辉达财报亮眼 台股今天早盘是以21668开出 虽然盘中有余市共中演习一度翻黑 不过在护国神山台积电的领军稳盘之下 中场人小涨55点收在21607点 在创收盘的新高 那今天盘面的焦点是机器人类股 玻璃陶瓷电子以及光 以及半导体类股是最为强势 散热族群也同样是红彤彤 那今天的走势有没有什么投资品 需要多加留意的呢 对 那个刚刚范云也讲到 我们今天的走势 本来是开盘的时候是蛮强的 那结果呢 受到这个共军演习的影响 然后就一路杀 杀到这边正好杀到这个支撑 21480这个支撑 然后就开始反弹 反弹以后呢 都一直站在军架线之上 所以显然有一只手在那边护盘 那这个就是很强劲的在护盘 那我们看之后呢 这个均价线都没有跌破 一路到最后 所以这个就勉强收了这个涨56点 是 那刚刚芳吟有讲到吗 今天就是影响盘面最大的就是 除了共军演习以外 对 挥达的财报 挥达的财报 那个实在太亮眼了 他的每股盈余有6块多 比分析师预期还高 然后他的这个营收呢 有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.6倍 哇太强了 太强了 然后净利呢 比去年成长7倍 哇这个更更是强 很厉害 然后他的这个毛利率 有达到78%以上 哇你看卖100块钱的这个东西呢 他可以赚78块 这个毛利哦 真的是这种股票 真的太强太强了 是 好 那所以呢 这是财报 就已经已经发生了 然后呢 财测 他的财测呢 再度碾压这个分析师的预期 未来一季呢 营收会280亿美元 超过分析师的266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强的这个财务 然后所以他的这个盘后呢 就大涨了3%以上 另外呢 他还要把这个股票分割 1分成10 那就是之前大家有看到 我们台湾的这个股票 有些股票上面有个新号的 例如说矽力KY 有个新号就表示说他的面值不是10块 那那表示他是分科过了 那现在辉达呢 他要这个1分成10 所以原来就原来900多块的股票呢 分成10 10等份以后呢 就变成一股就变成90块 这样子的话小资族都可以买得起 所以他们华尔街经常有这种 就股票涨了太多以后呢 以前苹果啊 Google他们就分割股票 那这样分成10份 对那这个小小额投资人就比较容易接受 就可以共襄胜取 对好 那今天的这个类股 那表现最好的是这个玻璃陶石 玻璃陶石就是因为军工股的合成 还有这个中右表现比较好 所以他们这个这个小小的类股大涨 那另外就是电子类股今天有来到70% 那AI股有22%半导体19% 那AI跟半导体表现也相对比较强 是 那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手机拿出来 Line app烧起来才不会错过老师分享的标股喔 对那这个除了标股以外 我们会跟大家讲这个千仓大户的这个持股变动情形 还有基本面 那这基本面的这个讯息呢 有很多投资人都很喜欢这个基本面讯息 有比较有依据 好 除了Line app之外呢 袁老师个人频道也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一定一定要锁定到我们节目的最后 因为我们还有LunaMem有记不太了喔 好 那今天的这个加选指数 相对的是强势的 就是说受到这个共军演习的影响呢 结果跌了这个100多点 然后这个撑在这个高档 所以很不容易 那目前的就等于是在这个 21,000多的这个地方做这个横向整理 横向整理 好那今天的这个外资是 买超限货买超167亿 所以他们就是也是两手策略 他们现货买超167亿 但是他们的期货呢 又增加空了 3000多口 空单3000多口 对 然后投信是买超23亿 自营商是卖超2亿 所以现在这个外资呢是现货 这个狂买 但是那个期货呢 他们空单也为了要避险 所以就是 谨慎当中呢 就是会谨慎当中做多 好 那台积电今天非常非常强 就是又突破了 又创了这个新高 来到的这个历史高点 875块 那感觉上呢 这个台积电似乎 那在过一阵子呢 可能就要突破900块了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 呃它的价位呢 随时都有可能往上冲高 那就是往这个 900块 甚至呢 有一些外资呢 是说它的目标价可以达到1000美元以上 好 那这个就是 我们未来 呃如果说台积电有往这边的话 当然这个我们的指数呢 那当然就会持续在创新高了 好 事情KY就是 呃我们 这几天都在讲 它这边形成了一个这个成心 呃成心反转以后呢 有一个跳空 那跳空 最近几天是比较弱势 啊 那现在好像已经把这个 这个缺口回补了 回补了 但是只要不跌破这个 这个长红线的这个上半部的话呢 仍然可以视为说啊这个是有效的反转 对对那个成心反转仍然是有效 那就是要看未来这个几天呢 是不是可以守住这个 呃长红线的这个稷告价 对上员 没错 好 另外 另外我们要跟大家讲 这个不知不觉当中的创意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这个底部形态 你看这边是左肩 这边是头部 这边是右肩 所以它形成一个头肩底的这个形态了 那非常不简单 那现在突破 突破以后它没有长红突破 所以现在就是稍微可惜 它没有长红突破 现在它突破一点点然后横上整理 如果未来它可以 再拉出一个中长红的话呢 脱离了这个颈线 那这样的话 这个头肩底就有效了 所以这个 呃很有可能 那如果是那个时候来到的时候呢 那这个IP股啊 IC设计股呢 可能都会跟着这个往上攻了 那我们再看看 那个时候会不会过几天 下礼拜 创意会不会拉出一个中长红 好 那鸿海呢 鸿海突破160这个箱形整理以后呢 今天啊今天啊比较强 就是这几天都是在170左右横向整理 目前还在170以上整理 因为它的这个 Ai伺服器的这个 呃 旗下的这个工业复联呢 对 它今年的Ai伺服器 全球的市占率达到40% 哇这个非常非常高 所以它的这个未来 Ai伺服器的营收呢 GP200的这个机架出货 会持续的成长 对它的营收盈与都会有贡献 所以鸿海呢 应该在这个地方呢 还是一样可以持续的在往上供 好 好 新单元伺服器一轮 好 那我们这个就讲几个重点 因为这个各国的要求这个重电效 用电的效率 越而言格了 就是 呃 那个CPU GPU 这个的晶片呢 最大负荷的时候呢 它会放出一个很大的热量 那这个热量就是 呃 Ai伺服器越来越大 预算速度越来越快的话 需求来就越来越大了 对 它的热量就越来越大 所以那个 呃 这个又要符合用电效率的话呢 那只要往这个水冷室或者静墨市发展 那现在比较可行的就是水冷室 因为静墨市太贵了 上市水冷室的10倍 是 价格是10倍 所以如果往水冷室的发展的话呢 台湾的很多厂商都磨刀磨磨磨 都往这个水冷室发展 好 那因为 呃 黄润轩他昨天的公告 回答他的财报 财测又非常好 所以 呃 这个Ai伺服器 Ai的这个相关的产品呢 又持续的往上攻 这个这个攻击越来越多 所以 水冷室的散热绝对扫不掉 扫不了 所以台湾的这个厂商就对台湾厂商非常有利 每年成长17% 一直可以到这个2030年 所以这个市场非常非常大 那这是台湾 那全球70%的散热厂家 都在台湾 对 所以台湾这个非常有利 好 那而且他的毛利率达到40% 那所以这个这个厂家呢都很喜欢比以前的10% 28%要高多了 好 那我们看这个有很多 这个散热族群第一季表现的都不错的 对 那包括这个励志 泰素 这个都表现不错 嗯 那今天呢 齐宏动起来了 我们来看看 来看一下齐宏 齐宏 他这个在这个500市到 这个700之间相信真理 今天突破了这个700块 那是不是就就就很适合说啊这一波呢 是不是齐宏是真的有效突破了这个这个700块 如果是真的有效突破700块的时候呢 那未来他就会来到一个新的这个 箱形整理 对 新的箱形 那就更强了 所以他就可以带动低价的这个散热股呢 持续往上攻 那高利 高利今天也是就是算是高价的 他也是今天他是被关紧闭的最后一天 哦 那就明天就放出来 今天就拉出长虹 那突破突破了这个对迫不及待 他突破了这个相信真理 那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样子 那所以他的他的这个格局呢 就往400块以上的这个 呃会往500块 往500块那边靠拢 那这个股价呢就是越来越强 好 那广运呢 今天也是很强 今天很强 对就是说他在这个95块这边 突破了这个箱形整理 然后拉出这个长虹 对啊 那今天也拉长厅 那这个股价相对的非常强 那仍然有高价可以取代 好 益泉 益泉 益泉他的这个他是跟工研院 对 这个合作 然后发表这个 水冷散热 像变化 像变化就是说从液体变成气体 这个像变化的水冷散热技巧 那这个技巧很不简单 他打入了那个美国的HPC的大厂 晶片大厂 对高速运算晶片大厂的这个供应链 那这个 他的这个热设计功耗可以达到1000瓦以上 所以这个他可以应付那个很高的热量的这个AI伺服器 所以这个技术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的股价呢 当然他就不甘寂寞 所以今天很强 又突破了 对又突破另外一个箱形 又往在右往上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他的股价呢 一个箱形整理完毕 就来到另外一个箱形 然后现在又突破这个箱形整理的上云 又要往上攻了 哇 非常强 对 好 那盟利呢 盟利今天的这个股价 那形成一个这个 乌云罩顶 乌云罩顶的话呢 要整理5到8天 所以这个5到8天整理 那泰索呢 就是昨天出现乌云罩顶 那今天呢 他有点想要这个 往上攻的样子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乌云罩顶嘛 所以卖压压力蛮大的 所以他今天还好 今天收了2%多的这个涨幅 那就是如果说 他明天又可以收出一个这个仲长虹的话 那这个就可以克服 就可以不用等到5到8天了 好 那立志 今天在这边整理 就是因为射到昨天的上影线很长 所以今天在这边整理 整理完了以后 有希望往上突破 好 艾玛斯科技就是今天在这个 相信整理的中间持续整理 那因为他的这个浓度 AI的浓度非常纯 50%以上 所以很有机会在网上来供高到400块 好 那齐阳今天是表现不错 涨了5% 那这个5% 感觉上他就是要突破这个乡型 这个乡型可以往上突破90块的话 他就会来到另外一个乡型 好 那双红 好大哥 对 这个散热族群的这个鼓王 那今天来到的这个乡型整理的上缘 对 齐红已经迫不及在突破了 那这个双红还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就要突破这个乡型 快了快了 快了 如果双红也可以突破的话 那整个这个伺服器 这个散热族群的这个大军 就可以一功而上 因为散热族群这个族群还蛮庞大的 也有一些新的进来 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好炒作的族群 尼德克操作 它是股价非常非常强势的 因为他的母公司尼德克 这个收到那个美超微的大的订单 所以这个股价持续供高 那但是因为昨天收了一个这个流星 所以还要再整理持续整理 好在我们的热热妹妹 有几波台之前 拿出你的手机扫描频道的QR Code 才不会错过每日市场最新的潜力 黑马谷的留言跟按赞 都是老师解放的动力 OK好 那今天我们来看秦凯 昨天创了这个新高 对 但是今天受到那个隔日重卖压杀下来 所以就形成一个这个 空头吞噬 所以要整理5到8天 整理完他8天 整理完了他仍然有机会 可以往上吗 对 只要量缩整理 那他还是有机会再往上这个突破 好能力 能力 他今天受到这个影响了 就变成了一个这个 夜星 夜星的这个反转心态 所以他要整理5到8天 好 那银汉 这个是他的分盘处置到5月27号 对 那现在的这个情形呢 就是他今天收了一个这个 中长黑以后呢 这边是形成了夜星十字 是 夜星十字就要整理5到8天 对好 好那个达发达发非常漂亮的现行 我们昨天说他对突破了上升三角形 那今天突破 昨天突破以后呢 今天有这个格日冲的卖压 哇 稍微把他这个杀下来 但是他这个阻力有在护盘 所以只小小跌了这个2块钱而已 所以股价仍然是相对强的 那这个他突破700块以后 非常有希望继续往上涨 好 那有一颗就是今天仍然是在这个 这个箱形整理 那整理仍然有希望 再往这个60块这边突破 好那中光店这个是 他的题材很多有无人机啊 还有这个机器人啊 还有他的人工智慧都很多 那突破了上升三角形以后呢 今天是小小的这个拉回 拉回但是他还是涨0.5元 所以他的股价仍然算是相对强势 还有这个高价可以期待 好 好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这个中釉 中釉他的这个题材呢 他本来是化工股 但是他有转 转头是一个垮特材料 这个垮特材料呢 是供应这个半导体的这个 浮化弹性材料 那这个是可以用在半导体制成 可以降低污染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他也是跨入了这个 半导体设备 这个 属于半导体设备的一员 所以他现在股价突破这个下央均值线 拉出这个红K线这样的 那股价呢 很有希望往上再突破前面的高点 对 那因为他现在量又放大 之前呢量都缩的 对 整理的时候量缩 然后这样突破的时候就有量放大 这样就是很强盛的表现 好南郡国际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 对 我们之前很早以前就做这个这一段 那再到二三四这一段 就就是我们那时候做的 那现在他的股价呢 经过这段期间的这个横向整理 是 横向整理以后呢 突破了下降趋势线 那所以他的这个这个这个线型呢 现在稍微转强了 然后因为他有拿到美超委的导轨订单 对 而且他的这个导轨的这个技术呢 获得美国四大云端 服务商的这个肯定 那其中甚至是他这个主力供应商 所以他这个很不简单 就是说他从一个做家具的导轨呢 转变变成伺服器的导轨 那这个技术呢 他磨了十年以后 才打磨出他这个功夫 这是很不容易 那去年的营收表现不如理想 但是今年这个AI伺服器的这个营收越来越高 所以他的今年的第一季 已经赚了这个0.7元 是表现的不错 好 所以就可以注意 好 那我们选择好的股票 挑递进场时机呢 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一润 好 看下时间精彩的分享 如果您也不想错过标股 就一定要加入我们的LINE&O 耀尼股章 我们现在再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已往直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